洛杉矶时间12月15日,由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主办的年度圣诞活动 Children's Holiday Program在亨廷顿图书馆温暖举行 来自帕萨迪纳联合学区,Alcadia联合学区,Asian Youth Center,Footview Boys and Girls Club 4至10岁的孩童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该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旨在为清贫家庭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愉快、舒适、美好的假日体验 在难忘的节日氛围中传递出爱与希望 当天,孩子们首先参观了风景以泥的刘芳园 感受到了中式园林、亭台水泄的独特魅力的同时 也了解到了书法、绘画等中国文化 此外,主办方为孩子们设计了脸部彩绘 制作姜糖饼小屋、圣诞装饰等活动环节 同时也向大家提供了营养丰富的节日大餐 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歌声 小朋友们迎来了自己最喜欢的两位动画人物 现场互动热烈 联合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兼总裁Linda Moy Children's Holiday Program活动主席Vivian Chen等嘉宾分别上台讲话 向各支持单位及志愿者们表示感谢 并向大家送上祝福 节日的主角圣诞老人也如约来到现场和大家共享盛举 小朋友们开心地和圣诞老人合影留念 并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致礼物 多年来 联合慈善基金会始终致力于积极参与和赞助洛杉矶的各种活动 不予余力地奉献和回馈着社区 未来也欢迎更多学区来自清平家庭的孩子们加入该项活动 Children's Holiday 今年是第二次举办 小孩子好开心哦 因为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界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中国语 而且他们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重点是我们让孩子知道世界是美好的 因为很难得 我们今天的孩子都是What they call属于是Title One School的孩子 比较亲朋的一些学区的孩子 是老师知道他们家庭状况 有些可能只是一个单亲家庭 那在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亲爱的会长想要做的 就是送爱给每一个人 让他们有这个Harday的 宽乐的Harday 不单只是有大开演技 而且他们还有很好的礼物拿回家 过个好好的圣诞节 然后一个美好的回忆 这个是我们轮和直线基金 就是把爱送给大家 因为我们做了一点点 这个孩子永远都会记得今天 是多么一个好玩 还有好吃 重点是每个人学到东西 今天这个节目是真的非常棒 真的很有趣 对孩子们 他们很喜欢做草莓的家庭 和拔鱼 他们真的很喜欢 爱吃的糖果 他们很感兴奋 看到圣诞节 我觉得他们也很感兴奋 总共感兴奋 美丽中国记者 现场报道 这个节目是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